第二十六题 而先观察三种同一族的元素绿锈点 发现此族的特性如表格 下列叙述中对于此族元素的推测何者正确 A.依照此族颜色判断应该属于碱金组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看到绿锈点就知道它是乳素不是碱金组 而题目说要根据颜色判断 碱金组是金属 国中胶的金属基本上都是银白色银灰色 没有黄绿色、暗红色、紫黑色 所以它当然不会是碱金组 用颜色判断的话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依照化学性质活泼判断应该属于钝气 这个是错的 钝气之所以叫做钝气 就是因为它非常不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没有化学性质活泼这种特性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依照具有毒性判断 绿锈点应该与拱金组同一组 这个是错的 我们没有错 在我们的周期表中 同一族的元素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但不表示他们的化学性质完全相同 也不表示不同族的元素当中 没有类似的相同的性质 所以选项C是错的 绿锈点是卤素 跟我们的卤素有佛绿锈点2 并没有狗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点固体化合物溶于酒精 可以配成外科的消毒液 这个是对的 那么我们以前的叫做点酒 那就是作为外科的消毒液 点溶于酒精 所以选项猪是对的 第26题我们说 对于此族元素的推测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点固体化合物溶于酒精 可以配置成外科消毒液